这是封控的小区,这都是七少 再往南那边,也都是封控区 北京的塞车不见了 马路上空荡荡,只剩送外卖的人车 多数的北京居民不是被封控关在家 就是下楼排队PCR 有社区在排队检测时免费发送N95口罩 要求统一佩戴,避免交叉传染 自5月5号起,市民进入各类公共场所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 都需要持有七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换句话说,北京从下周起 每周至少一次PCR 而且5月3号起,北京市民PCR检测不用钱 但中国大陆骄傲的防疫手段 被前首富之子万达董事王思聪公开批评 检测的不是阳性或阴性 而是你的奴性和血性 但他的言论比病毒更早被清零 引起外面关注的还有疫情重创经济 4月中国大陆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下滑到47.4 服务业指数降到41.9 两项指标双双大跌 本轮疫情是点多面广频发 那么这些也是一些企业停产或者是减产 像汽车这一类的装备制造业 受这一轮的疫情影响比较大 严格封控付出的成本对外被质疑 对内经济数字也不给力 TV show 宇山全英文综合报导